请看下图,我把历史助攻榜前时做成了一张图表。 在历史曼曼长河中,身价助攻总数超过一万次的游写仅有五位。NBA自从1946年成立以来,到1995年球队总数量,扩充了29只。2004年随着山猫的加入到了30只。 在漫长的73年以来,球员来来走走,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量。球员总数,我无从长逃,再想想看,70亿年以来仅有五人站在了助攻超过一万次的山峰。 坚友会当临绝顶,一览中山小的强烈腐蚀感。 斯托克顿,基德,那时,马克杰克逊,魔术士约翰逊,哪个不是球队的当家控球后卫? 斯托克顿,九届NBA助攻王,基德,五届NBA助攻王,那时,五届NBA助攻王。 马克杰克逊,一届NBA助攻王,魔术士约翰逊,零次NBA助攻王,但场均11.2次助攻高居NBA第一,所以生涯一万次助攻有多难。 难度是,超过一万次助攻的人物,最低也要打上13个赛季,魔术士约翰逊。 而且前提是,必须以生涯场均11.2次助攻为烈力士第一,看看排名第六的达欧,他的赛季属于总场次与魔术士相差不多,而且场均9.5次助攻名标历史。 只要是如此,他仍没有生涯一万次助攻,难度是,超过一万次助攻的人物中,场均助攻最低的马克杰克逊也要八次助攻,而且要心情稳定得到买17个赛季。 17个赛季是什么?是20岁的少年,恍然间以胡桥发白,难度是,现役球员中仅有两位超过八千次助攻,一是排名第九的保罗,一是排名第十一的詹姆斯,保罗的助攻总数为8708次,詹姆斯为8208次。 保罗与詹姆斯都是33周岁,也同样在生涯颠崩期,既然如此,他们有没有机会生涯助攻超过一万次呢?保罗距离这个目标还差1292次助攻,保罗上赛季场均助攻7.9次,假设他能保持这样的效率。 此外,考虑到他年岁已高,上赛季营商缺席,了24场常规赛,打了58场比赛,假设他之后每年打60场比赛,那么他需要163场比赛,完成生涯半次助攻,也就是需要2.7个赛季,到2020-2021赛季末端,保罗就完成了。 詹姆斯呢? 这么这样的算法詹姆斯的潜力更高,那么一个大大的问题。 假如詹姆斯的身体一如既往的刚强,他的颠崩期,相比于其他球员也更长。 到他40岁时,他的主攻数大概,能到历史的哪个位置? 假设,詹姆斯到38岁依然打了80场常规赛,38岁之后的两年每年60场比赛,因为即便强如詹姆斯,也无法对抗时光老人。 他也会从场均的9次助攻降到6次助攻,得出的结果是,12568次,超越基德,仅次于高高赛上的斯托克盾。 这么算有点把詹姆斯当官物看。 不管了,除他二人之外,纵观联盟现役其他球员,不是生涯总场次积累不够,就是生涯接近末期没有余力,去冲击这个榜然的球员。